淡水區北投里的里長 昨天是接到了里民的電話 說要有一箱老花眼鏡要捐出來 主要是為了讓里內的長者 可以使用老花眼鏡 就特別捐了一整箱 里頭有五百多幅的老花眼鏡 就放在里辦公室要給需要的里民 里長雙手從紙箱當中 拿出許多幅的眼鏡 別以為里長要轉行賣眼鏡 這些都是住在北投里內的 一位熱心的先生 提供給里長想要來捐出來 免費給大家使用 里長說昨天晚上接到北投里民的電話 說有一箱老花眼鏡 想要捐給大家來使用 希望藉由里長這裡當作平台 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那就是這個熱心的里民 是住在我社區 他提供這一箱是要給有需要的長輩 那他本身是開眼鏡公司 做外銷的 對 這讓我有點訝異啦 那就是這也是一個愛心啦 就送給我們長輩 就有需要的人 那就是大家可以到我這邊來索取 大概有五百左右吧 那已經大概拿了大概有三十隻手了 里長說這一位先生住在淡水區 北投里的移動社區大樓當中 他本身是做眼鏡相關工作 而為了要讓里內的長者 可以使用老花眼鏡 特別捐贈了一整箱 里頭有五百多副的老花眼鏡 放在里辦公室這邊 給需要的里民 來里長這裡免費領取使用 想說做一個有意義的 那讓我們大家都可以 有需要就可以來拿 長輩們有需要這個老花眼鏡 就可以來索取 那我們也謝謝這位 這位里民 里長說這些老花眼鏡 還有分度數從一百度 一百五兩百兩百五到三百度都有 北投里內若是有長者需要的老花眼鏡 只要跟里長說度數就可以領取 還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花色 眼鏡造型也很豐富 里長也相當感謝里內 有這麼熱心的民眾捐出老花眼鏡 要來幫助里內有需要的民眾 也讓大家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記者許多安逸 再次下方報導